中四高级华文丹元四、文化战、离别诗词中的意象 意象一般指的是诗词作品中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物、景等 在中国古诗词中,用来表达离别的常用意象包括 酒、月、流等 酒、饮酒送别是一种普遍的习俗 离别之时,人们总会有万般的不舍 当文人发觉语言难以表达离情别叙实 就会脱酒以记忆,传达与朋友的情谊 同时消解离别的愁苦 王维、宋元二世安息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写的《便是与朋友离别》时 通过饮酒送别 表达诗人对有人真挚的情谊和美好的祝愿 月 古诗词中的月亮往往是思乡的代名词 是相思之情的载体 如杜甫月夜一设地中的路从金夜白 月是顾湘明和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另外,月亮有缘有缺 月亮可遇亲朋相聚 事情结果圆满 月缺可遇亲朋分离 事情不尽如人意 苏氏水掉鸽头 明月几时有钟的明句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六、六、与刘发音相近 故古人常借刘 表达对即将远行的人的思念 王为宋元二世安息中的未成朝雨一清晨 刻涉清清柳色心 就是通过在送别有人时描写刘 表达对有人的不舍 及希望挽留有人的心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